我们那个美国进口的一种新型药 快别他们忽悠了 你听我的听了 嗨 我是大树君的朋友Joke 但看到有人向老年人推荐保健神药 大家会有什么反应呢 买了这个药回去给安叔叔吃一次 当天晚上他就能不疼了 你就能睡个好觉 绝对管用 就像给安老头弄点那个糖尿病 你就吃我们那个风胶 让他吃我们的风胶 那个药已经在美国就现在已经开始治病了 现在我们不是有活动吗 原来一万五的话是一套 你只吃一个月 现在是八千块钱了 你就能吃两个月 请我少买点食食 你放这些 对 我问你 你这个东西是保健品还是药呢 离床实验出来了 现在是作为保健品来销售 他说是保健品 反正都不自认 但是治病的话 奉献你吧 还是上学 你现在买的吧 好久没有鸡子端了 给腿打住嘴 哎哟 他这会儿挺 说你这二家咋话 打上你的一道座就没问题了 现在都是这样子的 你看这儿呀 我们这个东西 那天喝的 回家喝的 人上去上去 别买 我看好几分是他们吃挺好的 不想喝 我们是美国进口的一种新型药 快别穿他们忽悠了 你听我的听了 上医院就干病 你外头那些人还相信是吗 没有相信外头的 你相信医院是吗 您是一个院 得力好 你要不好的话 你知道吗 不是什么东西 那是神仙一把刮 一个月啊 你小伙子长这么帅 我去干点憋的 活活的 冒险这些东西吃病 我欠国的国家的 美国外国的我都吃了 你都不吃病 说他在美国是药 你在美国是药 我干冒险 我干制 我现在那个时候不干了 空瘾 小伙子你别跟你说了 他跟你说了 就有病开花那么些钱 你得一下八千块钱 得不吃病 一直八千块钱 全家倒餐就好了 小伙子 我现在走了 我明天给你打电话 好 这事多了 人家可欠了 人家可欠了 我看你那么油油 我就干费给你洗 还是不止病 止病都得有厨房 还有可能是 你去逢酒精的止病 那你不用开医院 我头就叫他说的那么晒 没什么在医院里没有 震惊到信 保健品是没有药用功能的 当看到有人掉了钱包 印度人会怎么做呢 微信公众号搜索大树军 回复钱包 收看我们在印度 拍摄的钱包实验 我们下轻换就会 是 没开 我们 感谢观看